说到张庆鹏,应该没有多少中国球迷对他不了解,年轻的张庆鹏绝对是国内最好的后卫之一,也是当年辽兰当之无愧的宠儿。 然而,现在在有人说到张庆鹏的时候,很多人都会替他感到一丝丝的惋惜,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后期仍没有前半段那么的辉煌,而且最后和辽兰也闹得不欢而散,从辽兰宠儿变成中国揽手之伤。 那些年的张庆鹏到底,都发生了些什么呢?辽宁是一个上产后卫的地方,早些年的吴敬龙,离骁勇到现如今的郭艾伦,赵继伟,在众多优秀后卫中,张庆鹏绝对有他的一席之地。 07-08赛季的总决赛上,张庆鹏场均可以得到16.8分和三个助攻,他是辽兰队伍中,最稳定的一个点。 08-09赛季,张庆鹏成为了那年唯一一个三分,投篮,把球命中率相加190的球员。 在当时刚刚来到CBA的杜朗玛布里的口中,张庆鹏是中国最好的后卫,09的伊林赛季,张庆鹏场均得分更是来到了20家。 那些年的张庆鹏有一个响亮的外号,张三丰。 巅峰的张庆鹏绝对是辽兰的宠儿,但是他和自己老大哥郭世强之间的矛盾撑毁了这一切。 他们原本是队友,是一体奔战的兄弟,起初张庆鹏也是郭世强的忠实用盾,可最后他们还是成为了末路。 关于他们两个的矛盾主要有两方面,一方面是郭世强认为辽宁队出现大面积下滑,作为核心的张庆,鹏难辞其旧。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张庆鹏当年的戏约风波,总之,这对曾经的好兄弟,后来变成了敌对的关系。 甚至央视曾经播放过一段录音,录音中不是常表示辽宁队里,只能留下他们其中的一个,也领导一一发迹,张庆鹏作为辽宁人家的议员,被租借给新疆队一年。 之后不久,新疆球员巴特尔代表辽宁出战权运会,这其中恐怕难免会有一些联系。 在新疆队一年后,张庆鹏回到了辽宁,可当时的他在对内的地位,以及战术作用早已经不是当年可以比你的了。 而为了你回张庆鹏,辽宁队甚至不惜才调主帅郭世强,可这让人没有让张庆鹏恢复到当年的状态。 随着郭艾伦等年轻球员的崛起,张庆鹏慢慢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不再是辽兰的宠儿了。 既然这样,那就分手分的尽量体面吧。 一二到一三赛季,张庆鹏再次回到了新疆南兰,起初的一段时间表现上渴,但紧接着伤病打乱了他的脚步。 一三到一四赛季,张庆鹏出战三十六场,场圈得分只有可怜的三点八分。 在新疆度过不如意的两年之后,张庆鹏又加盟了北京队,并且帮助北京队战胜救助辽宁队获得了总冠军。 可比实的张庆鹏也不过是一名角色球员,场去六分的他再也不是那个人见人怕的张三疯了。 2017年,张庆鹏加盟沙东南篮,继续搓脱着他的篮球岁月。 巅峰的他,曾经是中国最好的后卫。 如今的,他却成了中国球迷难以忘却的伤,尊家大盛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,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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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者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